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念在什麼時候開始呢? 人在病重的時候 瑞毅的時候但是他神智非常清楚 這個時候幫助他作念 他斷了氣之後 作念最好能夠延續12個小時 至少也要幫他念8個小時 病人在家就在家裡念 他在醫院往生就在醫院坐念 坐念的時候是病人還未斷氣 這個時候是關鍵的時候 善知識在旁邊照顧他 照顧什麼呢? 照顧他不要失去正念 正念就是一心跟著大家念佛 一心一意求生淨土 老法師講經曾講過經典往生就到時候都不用 就是一句阿彌陀佛請問這是什麼時候呢? 臨終往生的時候 臨終往生的時候 以及往生之後 8個小時 或者是十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 這個時候就是一句佛號 其他的東西什麼都不用 人在病重的時候 也只有一句佛號 也只有一句佛號 所有的經兆都不用了 讓他專心一句佛號就能往生 不要去打叉 不要引他起雜念 這句佛號和 紀樂世界和阿彌陀佛就起感應道交的作用 助念要多久才算安全呢? 因為經常說 人斷氣之後 通常8個小時 神式先離開 8個小時 雖然斷氣了 他還沒走 這個時候 念佛 他的感應特別強烈 幫助他 是最殊勝的 最安全的呢? 還有些8個小時 還沒走 所以12個小時到14個小時 最好 最好能夠到14個小時 人往生通常24個小時 神式會離開 有一位居士過了24個小時 全身中熱 遇到這樣的情形 是否要加長念佛的時間 沒錯 加長助念的時間 他身體更熱 就證明他 阿賴耶式未離開 神式離開身體 實在說 每個人的時間長短都不相同 但是一般就是多數 多數大概在8個小時就離開 但是 我們學會的人為了安全起見 最好能夠延長到12個小時以上 比較上 比較上會更加安全 神式離開的時候 他全身都會冷透 如果還有熱氣 他的神式未離開 所以我們 可以 念佛的時間 可以加長 學靜土的同修往生 助念12個小時佛號之後 停在家裡兩天或者三天 再火化安葬 請問還需不需要繼續為他念佛呢 要 他停兩天就念兩天 停三天就念三天 一直送他去安葬或者是火化 念佛不要停止 那是智利利他 往生49日之內 使不需要繼續助念呢 要念 往生49日 最好是佛號不中斷 即使是往生的人 他自己功夫成片 或者念到一心不亂 這49日念佛 和他回向絕對增高他的品位 如果這個人 自己功夫不夠 不能夠往生 他在六道去受生 這個功德 可以幫他不墮惡道 他如果往生善道 在善道裏面增長福慰 好事情啊 這是真實的利益 所以念的時候要誠心不誠意 我們見過一個例子 我們見過一個例子 在生的時候不念佛 沒有接觸過佛教 死了之後 死了之後 49日 由於 助念得 非常 殊聖 他感受到了 也跟著念 居然在 其滿 就是49日 滿期七七滿 那一天 他真的往生 這種就是中陰身 能夠跟著大眾 人雖然走了 我們通常說 他的靈魂未離開 依舊和道長的大眾 一齊 共修 他往生 這種事情 我們一點懷疑都沒有 畜生死了之後 應該怎樣處理 是不是也需要助念 十二個小時 才能夠搬動 佛告訴我們 人死了之後 至少八個小時 不要動動 因為他的神式未走 我們想一般畜生 尤其是小的動物 越小的動物 他走得越快 好像蚊蟲螞蟻 鴛飛軟動 這些小的動物 你應該和他 念十幾分鐘 最多半個小時 就夠了 如果好像牛羊豬狗 這些大的動物 你和他念一個小時 就差不多了 不用十二個小時